上一讲留下了一个大问题 如果拿下了中山国 魏家就等于从南北两个方向 遣住了赵家 只要愿意 就可以对赵家轻松实现南北夹击 那么赵家为什么愿意借到给魏家呢 这一讲 我们就来解这个谜题 资质通见没说 但战国策给我们提供了答案 战国策的编排 先按国别划分大类 比如赵国的内容叫赵策 中山国的内容叫中山策 在按篇幅分组 用数字编号 比如赵策内容多 分成四组 从赵策一到赵策四 中山国的内容一共只有十篇 就不分组了 统称中山策 中山策有一条记载 说魏文侯想灭中山国 赵湘子的家臣 常庄谈给主军建议说 如果魏家灭了中山 我们赵家也就完了 您最好去向魏家提亲 请公子清做正式夫人 这就能把中山作为他的封国 中山国就能因此保存 这段话 你肯定听得一头雾水 这不怪你 因为我也不懂 如果你看到 有把这段意思理顺的解释 那其实都是连蒙带猜的结果 不能信 原文有着很严重的 语义不明的问题 除此之外 时间和人物大概也搞错了 这里不该有赵湘子什么事 当家人应该是赵烈猴才对 但是从这段很糊涂的记载里 我们至少可以知道 赵家很清楚 如果听任魏家灭掉中山国 一定对自己不利 但又不好正面和魏家发生冲突 所以就想通过婚姻策略 来保住中山国 在婚姻策略上 长庄谈打主意的对象 那位公子清是魏家的一位公主 前面第二十讲讲过 公子的子可以男女通用 在先行古文里 有时候为了强调性别 会把国君的女儿称为女公子 长庄谈的计策 显然没有被采纳 感觉也不像是能行得通的 我们再看照册一 这里有一段很明确的记载 魏文侯向赵家提出戒道的要求 要派兵去打中山国 赵烈猴正面回绝 一个叫赵丽的人 帮他做了这样一番分析 宁可不该拒绝 魏家去打中山 只会有两个结果 要么打不下来 要么打得下来 如果打不下来 魏家的实力就会减弱 那我们赵家就能挺胸抬头了 如果打得下来 魏家也不可能越过我们赵家的地盘 来保有中山的土地 中山到头来 还得落在我们赵家手里 显然 您一定要答应魏家 但如果您答应的太痛快 他们就会有警觉 自己想通这层厉害关系 不打中山了 所以呢 您必须装出 不情不愿的样子 来答应他们 韩非子说灵上 也有同样的记载 字句几乎一模一样 站在赵家的角度来看 魏家到底能不能灭掉中山国 似乎充满着偶然性 如果赵丽 没能做出这番分析 或者虽然有过分析 但却没有能够被赵烈猴接受 这是很有可能的 毕竟以这个时代的历史经验 纯亡齿寒的道理 谁都懂得 借道却反过头来 灭掉东道主的事情 也早就不新鲜了 所以赵烈猴 借道有借道的道理 不借道也有不借道的道理 如何取舍 很难预测 而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无论赵烈猴这回借不借道 中山国反正就快亡国了 这位旁观者 是晋国的一位使官 名叫图书 吕氏春秋记载 图书看到晋国要乱 就带着一批图书档案出了国 投奔周威公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 周威公并不是周天子 他和周威猎王是同辈人 唐兄弟的关系 周威猎王的父亲周考王 曾经把自己的弟弟分封在河南 这就是西周桓公 桓公去世之后 儿子接班 就是图书所投奔的这位周威公 周威公的封地很小 实力很弱 难免对未来感到坠坠不安 所以周威公会问图书 天下哪个国家会先灭亡 图书答道 晋国先亡 周威公追问原因 图书讲出一大番道理 三年之后 晋国果然亡国了 周威公又来问图书 下一个亡国的会是谁呢 图书答道 该轮到中山国了 周威公追问原因 图书答道 男女有别是最基本的伦理规范 人类因此才可以区别于禽兽 继而产生 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 而中山国的风俗很糟糕 没有男女之防 随时随地 男欢女爱 夜生活丰富 流行歌曲 全都是秘密之隐 国君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所以要亡国 两年之后 中山国果然灭亡 以上内容出自 吕氏春秋仙石 所谓仙石 就是仙兆 或者仙剑之名 全面从历史经验 总结出一个道理 有道之人的离开 就是亡国的仙兆 图书 作为晋国的一位有道之人 离开了晋国 晋国就果然亡国了 如果根据这个道理 那么中山国 似乎只是荒淫了一点 为什么会亡国呢 要往下看 先识一章的结尾 讲到了魏国人白龟 先后到了中山国和齐国 两国的国君 都很想留下他 但他还是走了 有人问他 为什么不留下来 他答出了著名的武进 大一是 一个国家 如果信用 声望 亲情 财富 工业 这五项都没了 那就一定要亡国了 中山国和齐国 都已经显露出 武进的征兆 聪明人 不能留在这样的国家等死 对于中山国的灭亡 我们很容易认为 图书和白龟 讲的是同一件事 而事实上 图书讲的是 中山国的第一次亡国 亡在魏国手里 白龟讲的是 中山国复国之后的 第二次亡国 亡在赵国手里 中山一共经历过两次亡国 声明里也算强悍了 图书对中山国的 毕王做出了准确的预言 但在今天看来 他给中山国总结出来的 亡国原因 实在站不住脚 真正可能的原因 首先是中山国 虽然不是软世子 但国力 毕竟和魏家 有着数量级的差距 这算不算 落后就要挨打呢 并不算 因为落后 并不一定就要挨打 弱小又落后的国家 还有不少 有些甚至比中山国更好打 所以还有第二个原因 中山国毕竟有着 遗敌属性 不属于根正苗红的 华夏诸侯 灭掉中山国 不容易惹众怒 好 让我们再来梳理一下 时间线 三晋封侯是在 公元前403年 魏文侯攻打中山 是在公元前408年 再往前推6年 就是中山国军 获得周天子 正式册封的 公元前414年 那么魏文侯出兵中山 战争性质 就是以晋国大夫的身份 侵略一个 刚刚接受了 周天子册封的 诸侯国 从封建制的规则来看 这属于 令人发指的 礼崩乐幻 太不把天子裂面 和传统秩序 放在眼里了 要成就 非常之事 必须带 非常之人 魏文侯 魏远征军安排的 主帅 就是著名的岳阳 对于岳阳这个名字 你肯定不会陌生 因为初中语文课 本有一篇文言文 岳阳子妻 讲的就是岳阳的妻子 如何督促丈夫 努力求学的故事 但是 此岳阳 非比岳阳 岳阳子妻 出自后汉书 列女传 这位岳阳 是东汉时代的人 而攻打中山的 那位岳阳 是战国初年的人 同名同姓而已 我们读历代诗文 遇到岳阳 这个名字的时候 先要分清 这是岳阳子妻的岳阳 还是攻打中山的岳阳 其实 攻打下中山 岳阳功不可没 但资质通鉴 对他的记载 只有这么一句 是岳阳法中山 轻妙淡写就带过去了 岳阳 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他的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 我们下一讲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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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